本赛季的新载冠军,京都成了蔡奇库卓,巴萨,黄马,马静,塞维利亚,都没有展示出绝对的冠军实力。 目前巴萨24分排名第一,塞维利亚和马静23分排名第二,这两支球队能否先翻巴萨跟黄马的霸权让人期待? 不过在这样关键时刻,征换球队马静也传出来了不好的消息,上一轮联赛,马静对3比2击败了B8,但这场胜利却很难让人开心,因为球队的大将杰格克斯台又受伤了,后者才伤预付出而已。 这完全就是一个晴天霹雳。 马静官方最近刷新了科斯塔的伤情,科斯塔腿部受伤,需要尽急恢复治疗了。 科斯塔本赛季在联赛的表现非常一般,他出场9次一个球都没有打进,这样的表现很难让人信服。 而没有科斯塔的顶球,马静本赛季目前只进了16个球,好在球队防守继续坚挺,只丢了8个球。 但在巴萨接连翻船的情况下,马静并没有抓住机会,科斯塔接连受伤,也要求尼担心他的前途。 如今的他几乎要成为玻璃人了,上赛季他从切尔西转回到科斯塔。 不过马静被禁止以缘,科斯塔直到今年1月才有机会出场比赛,随后他的职业生涯就接连遭遇伤病侵袭。 1月份,科斯塔复古狗受伤卸停了十多天,3月份又挫伤了,4月份又大腿肌肉拉伤。 如今行赛季开始,10月份科斯塔受伤,11月份伤缺归来又受伤了。 科斯塔真的是喝凉水都塞牙缝,躺在,伤病袭上的时间已经非常多了。 科斯塔沦落到这个地步也让人无限唏嘘,因为他此前在切尔西的时候是非常健康的,这让人不得不至于马静的医疗团队和训练团队,仅仅是换了一个环境。 科斯塔居然成为了玻璃人,这不得不反思啊,戴古龙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